哈囉大家好 這位是王登玉 我是王小弟 我們是剛好都姓王 大家好 謝謝你們今天來 希望你們喜歡這部電影 哈囉大家好 我是王登玉 現在也是在幫老師做 《摩帕瑪2》的動畫 的部分 希望這部片 可以讓大家看完之後 對台灣產生一個 很特別的好感跟 特殊的記憶 甚至 會希望來台灣看看 真實的台灣 其實《摩帕阿嬤》的 原創人是黃黎明 他 其實主要就是看到 自己的媽媽 但我知道他最主要是看到 隔代教養這件事情 當父母沒有時間忙碌 開始把小朋友交給阿嬤的時候 那個小朋友小的時候 我都記得我看過 那個小孫子這樣 轉過來就對著阿嬤這樣 阿嬤 那我想阿嬤心都融化了 可是慢慢的就是會有 各種管教的爭執 還有最主要就是 當爸爸媽媽回來的時候 哇那個小朋友就是 最不想接近的就是阿嬤 他會覺得可能因為有你 爸媽才沒有把我帶走 所以呢那時候就會跟阿嬤生氣啊 吵架 我覺得他黃黎明最想寫的就是 這個關於這個祖孫的情感 那可能沒有想到是說 哇原來阿嬤們給孫子們 各種這種溫暖的 我想最清楚的就是阿嬤的情感 阿嬤的擁抱跟阿嬤的那個 那個面額心善 就是常常講話很兇啊 但是其實你知道他 他非常愛你煮的東西啊 那個阿嬤家的環境啊 所以應該魔法阿嬤就是 黃黎明就是關於阿嬤的這個感受吧 我其實不像Fish的阿嬤 我去Fish家看的時候 哇就是 你要去Fish家看一下 簡直是就是一個 一個 一個畫畫的小孩就是那個 整個房間都是想像的世界 可是我好像不是這樣 就是我以前就覺得說 小朋友才看卡通 所以我當我成年的時候呢 我身邊開始有一些朋友 或比我年紀輕一點的說 哎呀這部漫畫 我會想說你裝什麼可愛 就是幾歲還在看這個 但是我不知道 我不確知黃黎明 但是我們一起看 宮崎駿的營火蟲之墓的時候 我覺得我自己是 哇是呆住 你知道 就是覺得太棒了 然後因為我平常也喜歡拍小朋友 可是我拍小朋友的時候 知道我在折磨他們 你知道嗎 就是然後看到那個 那個營火蟲之墓那個妹妹 這麼可愛 包括他喜歡吃那個糖有沒有 就是 而且戰爭 而且那種黑暗的片刻 童年的黑暗的片刻 這麼沉重 所以我覺得就 動畫這件事情 打入了我的心裡面 開始的時候還有一段 無知的快樂時光 你知道嗎 就是哇 我們就是申請到輔導金了 你知道無知包括 那輔導金是一年 一年要交片 就不要說台灣了 你說好萊塢 你有聽過一部動畫做一年嗎 但是我們就完全都不知道 還在那邊 哇好高興 然後呢 有一天晚上我們就接到一個電話 一個很沉的聲音說 那個我們是畫動畫 聽說你們現在碰到問題 然後我說 是 他說 我們可以過來看一下 我說 喔好好啊 三個高大的男生 就走進來這樣 很酷的這樣 然後因為我們那時候 我們那配影已經配完了 都是pencil test 就是筆 鉛筆畫 但是我們配影已經好 就放那個給他們看 然後我們就在工作 然後他們三個看一看 那時候我們是地板 也沒有椅子 他們就坐地板看一下 然後過一下看完 轉頭說 嗯 台灣還很少人這樣子 去從這樣子做 那 好啊現在你們需要什麼幫忙 我說 是喔 是喔 然後 結果他們三個就跳進來 真的沒有他們的話 我們真的沒辦法完成 因為那時候 第一個開始問題 我都還沒有意識到嚴重 就我們找不到動畫指導 那時候他們還沒出現 莊振斌後來有一天就跟我講說 老師我覺得這樣 不然你自己 我說我會做動畫指 他說我教你 我教你 他就教我 你知道 然後就開始寫那個綠表 就是一張大字 而且很大字 我還畫格子 就是我現在回想起來了 魔法阿嬤 都是艱苦的裡面的愛 你知道嗎 我現在回想起來 因為我們拍實拍嘛 很多年輕的導演跟我 我現在回想起來 那畫面都很清楚 現在很多大導演 當時都來幫忙 在地上 地板上 拿尺 在幫我畫格子 你知道嗎 我連畫格子的時間都沒有 你知道嗎 就大家來幫忙這樣畫寫 所以我每天整天 如果我用馬表算那個時間 就是每個鏡頭的時間這樣算這樣 然後要寫那個綠表 然後黃黎明就來整理 就是所有來的key frame對不對 安哲義就負責寄出去啊 收回來寄出去 有時候我們一整天 有時候三個人在一個房間 都沒有講一句話 我都不知道黃黎明怎麼撐過來 就是關於那個錢的方面 所以當時是我們就房子也抵押了 什麼 就是你知道 根本完全 我現在心裡想說 完全沒有半點想到 後面是怎麼樣 沒有 就是拼命 裡面不是有一幕是阿民 調到工廠裡面嗎 然後我就看了那個 後面就想說 欸 蛆 怎麼這樣子 我就打給郭爸說 郭爸 那個蛆要動耶 我跟你講 我講完以後 他是大概幾十秒的沉默 我說 喂 他說 蛆要動 我說對啊 好 我知道了 他沒有收回去修 你知道 蛆要動 那個都要畫 就是 我的意思是說 我都不知道是多大的那個工 反正就是這樣子 對 因為一支區跟一對區 對 是不一樣的 對 所以那時候Fish老師看到這個 這個概念或這個劇本的時候 有什麼想法嗎 動畫圈算是天大的事 是 而且 小弟老師其實 這就是已經 這很知名的導演 我們光是聽他說 喔 有這件事情 就已經 覺得說 我們到底 我們有沒有機會 也可以參與歷史的一部分 你知道嗎 所以那時候 老師說 打電話去是我老闆 阿兵叔叔的那個 電話 然後講一講 然後就跑過來問我 跟另外一個大哥 欸 奇怪嗎 我當得好啊 他說 那我打電話去約一下 這樣 我們當天就跑過去了 如果寫二的話 因為他們希望我們 還是可以寫個故事這樣 我們就討論了一下說 大概可以想什麼 因為 我們當天就跑過去了 我們就討論就是 應該是關於環境的問題吧 等等 我們就大概 大概想了一個 想了一個 所以那是第一次 那個 就有年輕人說 老師 明年二十年來 你們想要從 我說 沒有 可是呢 他的話呢 就是 而且之前 因為跟黃黎明一起想過 所以 又慢慢開始有點 在心裡想說 難道 難道不可以嗎 因為 因為我就回到黃黎明原來想做的這件事 他的初衷就是寫他媽媽這一代 那我在想說 當時想到祖孫 那但是祖孫以外 其實我覺得 關於這一代的 就是阿嬤 就是黃媽媽這一代 其實文穎阿姨可能也跟黃媽媽差不多年紀 你知道 我就覺得他們的故事 我們好像還沒有真的 真的真的說出來 所以就開始 開始起心動念 然後就 原班人嘛 就 Fish阿 莊振兵阿 鍋巴阿 我們就又開始 就同心討論 一起來 再有一個大家可以一起分享的作品 說實在 那個 那個等於說動畫人的這個創作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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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力量也有在心裡面 對 等於是有感覺從華麗明老師 然後 不同世代 然後現在又感覺 對 加了一個不同的聲音進來 對 所以其實是在修復20週年前 Fish老師有想到這部片 其實我本來也是 當然時不時就會覺得說 欸 這部片怎麼都不做續集 因為台灣其實齁 就是這些年來很多 嗯 就新製作的一些影片啊 其實 嗯 我覺得 普遍動畫圈都比較喜歡表現畫面 但是在說故事 或是說一些人文精神上面 其實是很 不太夠的 那當然 你一回顧起來 那還是都會想要魔法阿嬤 對 那 而且 這麼有趣的一個故事 然後 當然我們 之前參與過 又加上說 嗯 其實 在我們的 親友裡頭 很多小朋友啊 其實 連 連這些二十出頭的小朋友 他其實 都記得說 他從小到大都在電視上 看過好幾遍 你知道嗎 像我們家那個都還會講 背台詞 然後就 想說 這其實是一個很有影響力 然後 等於是很像一個國民電影 已經有這樣子的一個 里程碑了 就是有一個標記在那裡 其實 修復這個題目的 從黃黎明以前的時候 就常常講到這個事情 魔法阿嬤就想到說 他可不可以 怎麼保存的事情 其實就有幾次談到 怎麼轉藍光啊 還是怎樣 但是 就很可惜 黃黎明在的時候 我們就沒有去 去做好這件事情 那所以後來就 那個 那個 公司的年輕人 在 在討論到說 老師這個要不要去轉藍光 我就想說好啊 然後剛好 文策院有一個 IP的一個計畫 然後我們就 就 因為那時候已經 起心動念在做魔法阿嬤 就想說 這個事情可以一件一件 把它做起來 我後來才知道 是那個修復的人說 其實 那個 動畫 特別難修 就是 當然可能也可能就 好奇怪 我自己以前看都覺得 保存得滿好 可是他們拿那修復給我看 修復前 美容前美容後 你才會看出來說 真的 那個 那個拷貝啊 底片真的有 有受 就是其實 舊了這樣 就我現在最怕 就是他們會覺得 老人家講話 哈哈哈哈 就是我說 怎樣怎樣怎樣 我要問他們 就是其實 還是有不知道的部分 你知道 然後他們可能就是 也會 要問很清楚說 是怎麼樣 那 魔法阿嬤一的時候 就是 衝然後那個 那個可能 無知的部分更多 所以才會後來有 那個很大的 那個 中間的 過程碰到很大的問題 那像現在 也許大家比較 就是 這麼久了 大家比較知道 那這個中間 可能還是會有 我猜有時候 我還是可能做出 無知的 那個 那個 討論 那可能FISH他們 有忍耐我不知道 這可能你要偷偷問 他才知道 嗯 那FISH老師怎麼 那感覺 其實 其實 這個版本 是會很緊密 因為 這 所有的一切元素 都是經過 用畫 畫面 表達出來 或是甚至 即使用3D也是意思 差不多 就是說 你一個鏡頭回頭 要走動多久 然後要回頭 要眨眼 然後眨眼跟下一個動作之間 又相隔幾個 那個其實都需要 一直很密切的 來回溝通 然後就是 才能把導演心目中 想像說 我現在一轉頭 是要馬上眨眼 還是一轉頭 等一下才眨眼 那其實這都需要很多密切來回的溝通 你覺得是真的跟劇情片 電影 或是紀錄片 有非常大的 非常不一樣 像有點剛好顛倒過來 對 非常不一樣 非常不一樣 我覺得 哇動畫的那個溝通的那個能量實在太強了 超越就像你說 不管是去歐洲的影展 或者是去美國 就是歐美這種沒有鬼 沒有這種鬼捷的這個文化地方 仍然是 就是 你在哪裡跟觀眾一起看 都是 都是那種 大家都 沒有什麼看不懂的事情 而且尤其歐洲人 我們那時候不太感覺 就他們會覺得說 嗯 你們做自己的原創的東西非常好 就是大概 我們自己金馬獎評審 最討厭的地方 都是歐洲人覺得說 嗯 最好的地方 哈哈